等一下他在幹嘛 欸?你在逛街嗎? 你在買菜喔? 你去扣分嗎? 你在扣16分 你去朝左邊? 我傻眼又叫了 我是北京 北京是我 身為台北的妹子呢 基本上就是要給人家載 然後呢任人家情 可是 所以呢是因為台北妹子的話 其實不會騎車是很正常的事吧 但是解決說是高山的時候 通常18是不知道要練車嗎? 那因為我們家是在那個龜山嘛 是在山路 欸那個山路不是正常的山路喔 是那種 也稍微有一點彎的時候 就可以碰到地板的那一種 騎我媽那一夜我 我轉彎之後 我就要發現機車倒了 我就站起來 然後機車就這樣倒在那裡 我覺得幸好是晚上 晚上才可怕吧? 不是 如果有車的話怎麼辦啊 我直接倒在對象耶 然後從此之後我再也不敢騎車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可怕 自然是我很害怕 旁邊有車跟人 就像下騎一騎這種OK啊 這種就是標準的 我要駕照也不會駕照 對對對啊 那我幹嘛要來考呢? 而且我覺得說不定我考了也不會過啊 因為其實呢 那半天狗狗我說 他們應該是剛好車子 喔所以現在是可以來選車就對了 你知道警視燈在哪裡嗎? 真的嗎? 那後車廂呢? 那後車廂呢? 那麼簡單? 那後車廂呢? 喇叭呢?喇叭 那最後一次我們考照還需要注意什麼嗎? 教練 許教練你好 你好 我想請問通常會來 考駕照的年紀大概都是幾歲? 就大概剛滿18 那有沒有遇過高齡考駕照呢? 也有 因為我記得我阿姨 她騎了50cc的機車 騎了20年之後才終於願意來考駕照 差不多快30歲的人來考了 有嗎? 還算一般 剛說你幾個月是這樣 沒有沒有 我離高三差不多11個月而已啦 其實現在的考照已經比以前要難一點 那我幹嘛來考啊? 以前就是 親戚帶去和平公園啊 陪一個地方練影片就可以了 那現在考駕照的話 都會建議來教訓班來接受 6個小時的學科訓練 還有 訓練至少10個小時的速課 啊 那我們今天這樣這個算是模擬考試而已對吧? 對對 大家最大的難關是在哪一關? 第一關就是直線7 它是要慢嘛 然後又要穩 對 那實力 不能壓到線 而且它那個管線喔 中間是平的 兩側有一點凸錢 啊 那你有沒有勒慘啊? 會 有的它只要 為什麼我突然第一關 如果第一次腳落地的話 還可以再回來考第二次 但是在考試的過程中 腳是不能落地 喔 是不是喔 對 要一直到通過7秒為止 這個好短啊 上路多 已經開始漸漸導入一些電動車 它只要有稍微接觸到 它的動力就會開始輸出 那請一下我們的乾爹好了 哈囉 支持妳好 哈囉 嗨嗨嗨 我們我們GOGO有分蠻多車型的 那不知道妳有沒有比較喜歡哪一款車呢? 我覺得這個很可愛 但是它沒辦法拿來考架照耶 因為它是50CC 50CC的 擺出來是要 這是給妳自己考一下 哈哈哈 因為其實我一二 我對我來說我覺得有點重 其實不會啊 因為我們的車子 就是做一個倒車的設計 在S2系列裡面的Delight 發動之後 只要按住這一顆 那車子就會自動的往後 在妳的車坐過程中 妳會非常的輕鬆 欸 那很方便 就不用在那邊拉很重的車子 那它的座高呢 是相對來講比較低的 所以在妳這種 氣質美少女 在騎乘的時候 會非常的舒適 我就不用把屁股要抬那麼高 對 它這個不行 因為S3的話 它的性能會比較好 是哪一種性的方面? 就是它的速度會比較快 它的馬力 有達到10P多 10P? 對 3P就已經過累還要到10P喔 我們搞錯了 10P多 所以它的動力相對來講是比較大 空間也是很大的 妳可以看一下 欸 好大喔 一定也夠妳放妳的 保險套 包包 對我有信心嗎? 有信心 加油 我沒有信心嗎? 不行 我要愛的鼓勵 我愛的鼓勵 對 啊妳手要放在我上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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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札讀哥 我不會戴安全帽 你這就不會 加油啦 這什麼啦 這什麼就不會 我幫妳戴 對 你看台北人嗎? 台北妹子欸 台北妹子欸 我是小貝在啊 謝謝 啊 妳要幫我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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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眼 傻眼 等一下 她在幹嘛 欸 妳在逛街嗎? OK 她要回去了 妳在買菜喔 妳在買菜喔 哈哈哈哈哈哈 你去扣分嗎? 你去扣16分 你去扣16分 他要5點 我還在這邊請 好 蠻穩的蠻穩的 可以喔 好 會壓線了 小心喔 有幾秒嗎? XX 七秒了啦 送哪 阿諾啦 轉彎看看 欸 剛剛不錯 你媽的XX 喔 是她那邊帶轉喔 我還以為是這邊挺 我覺得他會 我現在帶她的神器 阿 妳XXX 好 當我沒說 哈哈哈哈 妳要去哪裡? 誰假喔 方向要朝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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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傻眼 又叫了 哈哈哈哈 喔 妳直接用這個倒車好酷喔 妳說用小倒車喔 不是 妳說用小倒車喔 對 不是 她用那個 喔 倒車鍵 妳用倒車鍵 對啊 一鍵倒車 欸 很方便欸 好綠燈喔 優雅優雅 衝容 妳看 剛剛被扣了40分 欸 聽說只要被扣到32分以內 應該是沒有問題 剛剛教練說 我還可以再練一下 OK吧 40減32等於 8 好棒喔 妳好棒 是右右爸爸 妳很棒 妳很棒 拍她不會過 那我還是 我還是補2萬 我覺得她還是不會過 轉彎 教練等下直接再轉喔 好偏 好偏 插邊 插邊 喔 綠燈 唉唷 會不會停在隔壁了 很優秀喔 又出去逛街了 阿 這樣會夠分嗎 不會 這樣調整可以 目前還沒有 紅燈好熱喔 沒有樹蔭 喔 綠燈了 要左右看一下 很廢喔 其實老端一定只有的豆花 沒有別的 嗚 啼啼啼 哇 她居然記得打方向燈欸 唉唷 不錯喔 還要大魔王的時間到了 不錯喔 不錯喔 他怎麼沒想 但是扣16分 所以可以繼續完成 所以可以繼續完成 左右肯 打方向燈 有鐵路 沒車了 沒車了 哇 爆澡怎麼在死呢 嗯 用這個倒菜劑就可以透退了 教練 我幾分 分數上來講 剛剛好扣24分 所以是有通過 考驗的項目的話 勉強可以算你通過啦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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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過了 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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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這只是摩尼卡 以摩尼卡來說 算是OK的吧 就是每個單項都有通過啦 教練今天應該沒有摸著良心講這個答案 因為反正你現在還沒有考試 他不會上課 所以我還比較 鼻子變長 反正你考試他還是沒過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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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的話 他再衝出去 那考官就會把他抓起來 對啊 你看 在那邊卡油 天啊 那好厲害喔 天啊 怎麼那麼穩啊 好 一直三十二分 白白 對 他今天來就是卡油了 你沒有別的事 欸 我就真的不會用啊 喔 我鬼心孤寬啊 喔 要不是教練放水 我大概拍到晚上六點 可是你自己有覺得這台 就是這台好騎啊 夠夠好騎啊 欸 我覺得有欸 直線七秒 用夠夠如果騎的話 真的會比較穩 跟那個引擎 那個我會 那個我會害怕 可是如果是 一一一 一吹就出去了 對啊 一吹就是 吹就很舒服 好 七秒會過的意思 答應 當初直線七秒的時候 還沒過對不對 還趕兩次 哈哈哈哈 好啦 這就是我的 勾勾的機車烤駕照體驗 如果真的烤到的話 基本上我還是會 給別人載 人生技能CAT了啊 你看我真的 我也拍這個 欸 我都曬傷了欸 我唯一的公主病 就是我不能曬太陽 就是為什麼我不騎車的原因 就還要戴秀套 然後我臉都曬黑 我這樣就 對啊 都 那如果喜歡吃這個影片 記得看個影片 訂閱頻道按讚粉絲 就專注底下留言分享喔 謝謝乾爹 就是Gogoro的這個騎乘體驗 最喜歡在上面的感覺了 然後做Ending的 還要我自己把機車騎回來 有沒有搞錯啊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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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欸 這個很好住欸 欸 我跟你們講 前機車你們一定要 把中柱立起來 因為很多人呢 都不習慣要立中柱 然後就側邊 然後機車就會歪歪 機車歪歪會怎麼樣 就會讓機車就會沒有位置啊 前機車已經都沒有位置了 大家還不把那個 架子立中柱 真的很生氣 那還有一種 等一下你不是不洗車的人 等一下你不是不洗車的人 下榮竹劍母湯 從哪裡跌倒 就從哪裡躺好 找什麼鏡子的挖鼻孔 教練催你快一點了 那緊張了 後面有人在等啊 欸 要怎麼轉回來啊 喔 我可能已經把這邊 紅綠燈的汽機車都撞爛了 欸 好帥喔 欸 你要去哪裡啊 欸 你直接出去欸 啊 這邊要停紅綠燈喔 哪有直接踩進來的啦 後退 後退 到時候我會不會再被扣一次 不會 幹什麼你們出隊喔 欸 不錯欸 好 兩秒 哥 哥哥 真的不能講太早 一路吵 爆炒子 什麼 什麼 去哪裡啊 哈囉 你看 你看江文也在那邊 對啊 快點 快點